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0日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蒋文杰 首先要带你来看到的是花莲先议会定期大会宪政总质询 10日由先议员迪布斯以赖向县府原民行政处来提出质询 并提到台东县政府落实由下而上的原住民政策成功案例 也凝聚了部落青年的建言,集思广义部落的需求 这样子才能真正的照顾到原住民政策 花莲先议会宪政总质询时候是有小劳家自称的迪布斯以赖 向县府提出质询,并且针对原住民失务政策由下而上的会议 广纳部落青年和其劳的新生来落实照顾原住民的需求 另外原住民有机农业政策也希望各级处能够协助原住民 让通路能够更加开阔 我今天质询大概五大主题 首先是由上而... 从来,找错了 今天质询主题大概是五大主题 第一个是由下而上的部落政策 希望县长能够聆听部落的声音 发展出我们重要的一个政策 再来是有机农业的发展 针对有机农业,针对疫情的关系 我们希望能够发展出有机农业未来 尤其是小农通路的问题 因为先有通路再做农路是我的看法 因此希望他能够在这个方向好好去发展 再来就是原住民野菜的所谓的在宅经济 那是希望我们的原住民野菜有特别的方式 有更好的通路直接从这个产地 直接到一般这个家户的一个餐桌 那我认为原住民野菜它的这个 它的未来性是非常强的 另外呢就是所谓的活动产业化的问题 然后希望这个在办活动放烟火的同时呢 能够把这个所有的活动都能够产业化 是不是这个效法台中的热气球的产业是一样道理 那最后呢是希望呢我们所有的硬体建设 能够链接这个环太平洋的一个国家产业 那也是让花莲能够国际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现在迪布斯一来表示 原住民事务可以说是相当繁琐 可以向台东县和新北市借进他们的做法 相信原住民行政策也会获得县长的支持 共同来为原住民事务来努力 记得就会华士博导